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前首相纳吉被控涉嫌1MDB洗黑钱和滥权案 下个星期三就会宣判是否表罪成立 而他昨天是透过他的儿子穆罕默尼扎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 同时他也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他希望法律能够还他清白 那今天的巫统总秘书阿斯拉夫代表巫统发文告表示 纳吉的盗窃声明显示纳吉本人是被不负责任的一方所误导 才会发生1MDB和SRC国际公司案件 那阿斯拉夫就说巫统全体党员祈求真理和公正得以彰显 让真正的幕后黑手能够尽快被绳之以法 巫统也相信纳吉在声明中展示了这名前首相 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 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精神以及大格局 并体现了他高尚纯洁的品格 以及对人民和国家无比的热爱 那对于纳吉突如其来的这番操作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现任首相安华有什么反应 安华今天在部城进行周五祈祷之后呢 就有媒体记者把他围绕 然后把麦克风递到首相大人的嘴边 问问首相大人对于纳吉的这番道歉有何回应呢 那面对媒体的询问呢 安华只是简短的说了一句 Treamer by A 意思就是接受接受 自然安华这边呢是和和气气的接受了纳吉的道歉 不过在过去跟1MDB案死磕到底的行动党白沙罗区 前国会议员潘捷伟 他却对纳吉的道歉不满张 潘捷伟呢今天在面子书上以不点名的方式发帖言语 以第一人称罗列出多项罪状 那包括开除副首相 总检察长 反单会主席 还有一系列的财务交易和政治决策等等 并称这些都跟自己无关 那潘捷伟在文中呢 还带着嘲讽的模仿纳吉的道歉 他是这么写道 他说我已经付出了政治代价 不应该再让我承担刚刚所有罪状的法律责任 这对我来说很不公平 我只想说对于成为马来西亚最愚蠢最迟钝的首相 信任了那些欺骗大马人民数百亿令吉的人 我感到很抱歉 虽然我从1MDB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但我也不应该坐牢 真的这不是我的错 这都是攀监威胁的 那同样呢引起强烈不满的还有前反弹会主席拉蒂花 不过他是不满安华对纳吉公开道歉的回应 拉蒂花在X平台发文表示 纳吉坚持说自己无罪那也算了 但安华却表示接受他的道歉 这不就等同于是在纵容犯罪吗 这么做不但是鼓励贪污行为 也让法庭的判决形同虚设 进一步削弱了反弹会的微信 拉蒂花质疑安华的这番回应 是不是暗示着未来有可能让纳吉居家服刑 那说到居家服刑呢 政府早前确实宣布要起草这个新的法案 允许一些特定的罪犯 以居家软禁来代替坐牢 而这一项宣布呢也被外界揣测 就有人揣测很可能是为了给纳吉居家服刑铺路的 不过团结政府发言人法米呢 今天就出面否认这项揣测 法米说呢 关于修订或制定居家服刑新法案的讨论呢 其实从去年就已经开始 因为政府那个时候呢 就发现监狱囚犯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7千人 超出了7万4千人的实际容量 实在是装不下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把对囚犯的惩罚性转为恢复性公益 让背叛罪的人士能够重返社会 法米说 目前有很多国家都有在实行恢复性公益的概念 这是国际趋势 因此我们呢也需要与时并进 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前进 by bwd6 我们来点赞予 filme socia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